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在这次的一开始 我们试着偷偷的放了一个东西在里面 就是我们想让这些主角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颜色跟直立 那这些东西的放法 不见得是那么显的放在他们的衣服上 就是这个人就一定要穿什么 这个人一定要穿什么颜色 那样就可能稍微呆反了一点 的确我们可能在小夜的服装上面 我们跟丽雯一起做了整个橘色的不同的打样 那我们希望这个在北京的小夜的角色 其实它是充满了生命力 然后在北京有一点灰灰的天空底下 原本它的那个橘色或许是被灰尘遮住的 可是最后那个灰色却像果酱一样的亮 所以不管是它的衣服或是在它家的场景里面 其实我们会试着把这些元素和这些颜色放进去 从原本比较枯合的比较干燥的颜色 放到后来不管是在彩在场景上面 我们试着放这些颜色进去 我们给柔衣设定的颜色其实是紫色 紫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颜色 它借在暖色跟冷色之间 当它跟陆瓶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的颜色是偏红 因为陆瓶是红色的 那后来它跟小宽相遇之后 我们希望那个词是带了更多的蓝 因为我们给小宽的颜色是像天空一样的蓝色 那像它的整个从陆瓶到自己 到小宽的这一个移动的过程 其实我们希望在不管藉由它的小小的物件 或是在它的工作上面 工作可能可以碰触到的这些物件上面 偷偷的放一点这样的元素 而去增加它这个角色的暧昧性 马克的颜色是铁灰色 就如同它的在戏里面 我们让它开的Massarati一样 在戏里面这一次导演有一个蛮强烈的要求 就是每一个人你要给他的东西 就要是他的状态 所以如果一个人该开Massarati 就让他开Massarati 就不要去开别的车子 马克的那个银灰色 比较多能够表现在他的服装上面 去很直接的反映他的个性 那接着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在他的小物件 和他的环境里面 他的公司 去放这些 可能带着银色的灰 甚至带一点点的 可能有一点点Royal的金 一点点的放到里面 去把他自己这一个人的状态 其实可以用质感的部分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给宜家的颜色是像草地一样舒服的绿 就是他的环境其实是像空气一样 宜家这个人的角色也是舒服的像草地一样 我们有一点 常常在一开始忽略他的存在 但是 当 在戏里面 他有了 他的自觉跟转折之后 我们让这些东西慢慢的加强 他的颜色是会出来的 那个绿会变成很漂亮的 苹果绿 阿凯的部分 阿凯其实是一个 很有梦想 很阳光 带一点傻一傻气的 一个大男孩 我们用了一个 借在 鹅黄跟鲜黄之间的颜色 来做他的家 但是 除了黄色以外 我们再带给他一些黑 所以 如果只看颜色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而对比的 像我们平常会用在标示上面的颜色 其实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但是他的黑的下法 我们把它下得比较punk 所以 不管是他的家里的处理 或是他的自行车 我们让他有一个 看起来很舒服的黄色 但是我们再加一些黑色的线条的方式 是不一样 小泥的部分其实是这一次很有趣的一个讨论 应该说 在小泥的设定上面 因为小泥本来就是一个美术系的学生 我们尝试的找了很多颜色来给他 但是最后 或许他的颜色就像他的画一样 是光 光里面其实是蕴含着各种颜色 在比较显著的地方 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比较暖调的桃红 比如说他的车子 但是在大部分的场景 我们希望小泥的颜色是能够包含着奇彩的 就像彩虹一样 不管他拿的颜色还是他最后画出来的 他的作品 我们以为他是一个很难搞 很绝对 很固执 听不下别人意见的女孩子 可是这个女孩子 其实他心里面的包容性是最大的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下在演员身上 不过希望这些东西并不要成为凸显或演员表演的形式 于是我们把它藏在场景里面 或是服装还有道具里面 如果仔细地找是可以找得到的